吉打西县一对表兄弟,昨晚在清真寺结束祈祷后,共乘摩托车到餐馆为奶奶购买晚餐 不料回程途中,在距离住家只有500米的地方,遭遇恨货 一辆麦威轿车突然从对面车道往他们开过来,一面猛撞这对表兄弟 猛烈的撞击力,将其中一人抛飞10米,当场惨死,另一人蒙受重伤 警方证实死者是穆罕默沙米,伤者是穆罕默海卡,两人都只有14岁 而最令人发指的是赵霍斯基事发当时竟然喝醉酒 警方已经扣押这名碎猫,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-1条文调查全案